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湖南省长沙市气垫厂的一名普通工人 多年以来体质极差 36岁患有高血压 管心病 心肌缺血 体重只有80多千克 经常腹泻 头痛 腰腿痛 全身无力 无法工作 1994年便提前退休 2003年又患乳腺癌 在当地医院做了切除术后 又做了一系列的放化疗和中西医治疗 体质搞得越来越差 直到2008年3月 经朋友介绍 我和老伴找到了长沙市的陈超英养生师 学习并接受中医时令养生条理 几年来 我的体质得到了明显改善 生活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 知四时 小寒暑 通过养生的学习实践 我养成了日出而起 日落而息的生活习惯 每天晚上 看完天气预报后就睡觉 夏天三点起床 冬天四点多就起床 早晨打坐 茶酒 调息 日常 饮食有时有节 吃纯素食 饭前尝鸣 行为方式上 也顺应四时 关门窗睡觉 运动时 有动有静 依食令而变化 2011年夏季的一天 我采购食品回家后 发现小区停电了 由于天气炎热 怕食物变质 我就负重25千克爬上了18楼 要知道 五年前我外出散步时 一百米的路程还要留50米体地回家 现在 竟能一口气爬上18楼 真是不可思议 我的心里充满喜悦 以前 我长期头痛 早博 腹泻 在北京 广州 长沙 各大中西医院都做过治疗 但是 均无效果 自从 接触了中医时令养生文化 近五年来 我和老伴 除了坚持养生条理 每周 我们都会风雨无阻地 去听陈养生诗的 时令养生课 每周听课时 新朋老友相聚 各自分享养生心得 畅谈身体 改善情况 大家言谈之间 充满了感恩 互助 互爱之情 自此以后 我没有服用一粒 致癌药物 拒绝了医院所有的放射性检查和治疗 原来的早博 腹泻 头痛 腰痛等 也完全消失了 身体 越来越好 真是令人欣喜不已 我们全家都是中医时令养生的受益者 我们认识到 养生只要坚持不懈 就会有收获 文章是来自湖南长沙 受益 2012年12月19日 成恩老师点评 万变不离其宗 人与人有所不同 即使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空下 也会出现诸多变化 在千变万化中 不变的是自然规律 例如 春生 夏涨 秋收 冬藏 阳气的四种状态 循环往复 是不变的 如何去顺应一日 乃至一年之四时 是专业的中医时令 养生师研究的课题 同样 也是养生爱好者 应该研究的课题 深入研究 这门文化 不仅对身体有益 对世界官方法论的转变 和提升 也是必不可少的 亲爱的伙伴们 让我们感恩作者 受益 和成分老师 今天的分享 就到这里 让我们下期再会